而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在昨天晚间表示 未来德奎以及总统府秘书长人选将会符合跨党派 跨世代跨领域的民主大联盟原则 不只行政院要推出好人才 各部会首长也一样 不会完全是民进党 而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选在思考 也欢迎大家呢推荐好人才 给他一些指教 但讲到了就是赖清德还有肖美琴 感恩谢票参会 其实昨天是来到了苗栗场 但没料到的是 萧美琴二次确诊了新冠肺炎 她在符合防疫标准的情况之下 坚持跑完行程 也让支持者看了好心疼 苗栗民众等在庙前 哥哥拿着手机 准备和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握手合照 但萧美琴戴上双森口罩 也看得出神情疲倦 第一次到苗栗县白沙屯妈祖庙 就因为确诊 没办法跟支持者更近距离互动 但她还是保持亲切 向支持者打招呼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萧美琴透露在车上快筛 筛出二次确诊新冠肺炎 在符合卫福部的防疫措施下 坚持成到最后 跑完苗栗的两场谢票活动 还贴心提醒前一天 在台中场互动的民众 要注意身体状况 而苗栗是民进党的艰困选区 赖清德感恩参会上 坦言要更好 没有投票给我们 我们也衷心感谢 表示我们有不足的地方 努力不够的地方 也许平时根源 精言也有努力不够的地方 2024总统大选苗栗县得票数 侯康佩位居第一 拿到13多万票 科营9万5千多 赖销则是9万3千多票 连续两天在中部的感恩参会上 说要检讨改进 因为这次中部立委 选举结果惨烈 赖清德肖美琴 虽然延续中央执政 但该检讨的重点 还是得一个个列出来 记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张嘉玲台北 前往报道